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宽敞明亮的立足之地 不过 后来根据陆伟自己透露 房子大头是他爸出的钱 他只需要供很少的一部分 当然 高雅本身条件也还行 爸爸是大学教授 家里有房有车 之所以拖到大龄未嫁 一来不想将就 二来是在姻缘路上没遇到盛心意的 初恋帅气有才华 但太穷 男人毕业后原形毕露 满门心思只想着抱大腿 感情没有尘埃落定 他就一心想靠着岳父关系大涨宏图 亲戚介绍的有钱哥 又显得势快 人家只想扎高相书卷起 带研究生毕业的教授之女 去酒桌炫养 高雅天性散漫爱自由 不愿意被条条框框拘着 更不想当一尊花瓶被人供着 没过几天 他被接二连三的应酬弄得落荒而逃 好在父母开明 觉得女孩子的最终归宿未必是婚姻 高雅心里偷着乐 有了假期 他便往好生好水的地风跑 一来二去便混到了三十出头 看着同龄人结婚生子 高雅才慢慢吸了流浪的心 他打算趁着老爸有精力 生个宝宝 给他积一积 美人朋友收到疯 他们重拾介绍对象的热情 把优秀青年再次推到高雅面前 或许是想定下来的心比之前强烈 高雅比过去更有包容心 天时地利人和之时 陆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陆伟名校毕业 同样是研究生 能力不错 混到主管位置 两个背景差不多的高材生 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相比起家里有保姆操持的高雅 陆伟显得勤劳浓干许多 十人以内的家业难不倒他 红烧肉水煮鱼 红豆闷猪蹄 杏手拈来 高雅带着陆伟见过父母 他在知识渊博的老教授面前 丝毫不漏气 从学术内容讨论到国际金融 样样聊得来 轻松满意地吃完一顿饭 高雅问爸妈 有没有觉得自己简陋了 妈妈挺满意 觉得陆伟是个过日子的人 好学上进 以后不会太差 高爸却认为 要多点时间考察 高雅撇嘴 爸 您这么谨慎 别害我错过了这村 还得找那店 高雅妈赞同 女儿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小伙子 你怎么是这种态度 高雅爸推着推眼镜 说不上来 我觉得陆伟阴晴过了头 谈吐中给人一种不够踏实的感觉 母女俩枪头一致 觉得是老头想多了 人家第一次做客 当然要好好表现 反正陆瑶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多相处些日子再说 话是这么说 但高雅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处处优秀的男人 不可避免陷入热恋 两个人感情进展很快 几乎天天见面 晚上包电话周到深夜才更新 相处三个月后 陆伟拉着高雅见家长 高雅为了以事重视 特意隆重打扮一番 还送了从老爸那里顺来的上好山深 陆伟拉喜笑颜开 夸他懂事大气 是自家小子高攀 不过 见到陆伟妈的那一刻 高雅有点吃惊 这个看起来跟林大玉同气质的女人 色眼很美 连岁月都无法盖去她的风华 只是在上天赐予幽带的脸上 有一块明显的瑕疵 陆伟妈眼角上方 明显有一条狭长的伤疤 看起来是锐气伤的 或许是伤口太深 连现代医美都无法掩盖 见高雅好奇打量 陆伟有点不自在 倒是陆伟妈相当豁达 她摸摸伤口笑了 年轻时被匪徒伤的 不过早就不痛了 陆伟爸经常地握着她的手 是我的错 没有保护好你 两个加起来超过一百岁的人 就这么热烈地看着对方 高雅有点羡慕 在家里 哪怕老教授号称是才子 都会跟老妈不识伴嘴呢 大帝是挨到了骨子里 才会用最大的胸怀 去包容对方的缺点和过错吧 吃饭时 陆伟爸仔细给陆伟妈剔鱼骨 吹凉热汤 看起来相当的冒蝶情深 陆伟表现也不错 饭后收拾完软筷 还切了整整一盘 整整齐齐的水果 临走前 老两口还让高雅尝来 扬言陆伟如果对她不好 欢迎她随时告状 出了大门 高雅尝在陆伟的怀里感慨 你妈真幸福 看得出来 是被爱情宠出来的幸福女人 陆伟听她捋了捋头发 温柔轻上一口 放心 你以后会比她更幸福 但幸福这种东西 来得慢 去得快 谈婚论嫁时 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传来 陆伟妈查出了癌症晚期 病情发展迅速 高雅是个感性的姑娘 也想到未来婆婆那么温柔好看 却要被世上最残忍的酷刑折磨 眼泪止不住地速速地掉 陆伟表面还算平静 只是那段时间 电话响个不停 高雅有好多次拨过去 发现她的电话已知陣线 陆伟身心俱疲的解释 她经常在电话 安慰脆弱地轻霸 还得四处打听最好的医院 她临危不乱 在家人急取主心骨 时撑得住的时候 颇有着一点 一家之主的样子 自然在高雅心里加分不少 高雅去医院看望陆伟妈 只见陆伟跟她爸一起 在病床前泪流满面 陆伟妈被病魔折磨得要命 但脸上依然有着 被人团宠的欣慰 她虚弱地朝高雅招招手 高雅上前抓着她的手 用最无力的语言安慰她 阿姨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陆伟妈摇摇头 面容憔悴 有这两个男人在身边照顾 我这辈子值了 陆伟是个好男孩 你以后跟她好好过日子 高雅回头看了陆伟一眼 只见她紧闭双眼 神色微致 脸上还残存着两道泪痕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换了好几家医院 给出的都是陆伟妈时日无多 医生让他们好好陪她 走完最后一段路 就在陆伟妈行将就目的时候 陆伟的手机越来越难打通了 还不时出现关机 那天 高雅从老爸那儿 又抛到了一条上好人身 虽然用处不大 但多少尽点心意 她想顺路送到陆伟的房子 但电话没人接 她干脆直接上楼 心想实在不行就放在门口 哪知 高雅一出电梯 就见到一个粗鲁汉子 跟石狮子似的蹲着 旁边放着个大大的麻包袋 那人皮肤有黑 感觉有点暴躁 打电话 带着一嘴浓重的口音 见高雅按门铃 汉子搜的一下子站起来 用不慎清晰的普通话开口 你认识陆伟 嗯 我是他女朋友 你是哪位 汉子最称强子 是陆伟从小玩到大的表弟 来自两千多公里外的小山庄 高雅微微吃惊 她依稀记得陆伟提过 很早前 她就在城里读书 马里冒出来一个熟悉的表弟 过了好一会儿 陆伟一脸心松的来开门 见到门外的情形 她面色铁青 墙子上前揪住她的衣领 嘴里蹦出一连串骂人的方言 虽然难以辨认 高雅还是捕捉到类似没良性 快要死了之类的关键词 陆伟凶巴巴地还手 但两人身形实在差得太远 强子没费多少力气把她置住 高雅连晚喊停手 强子当作没听见 狠狠扇了陆伟几个耳光 再不停下 我报警了 强子这才缓缓停下 她丢下一句 人在坐天在看 转身离开 连那一麻袋的东西 她都没带走 见陆伟被打得双颊发红 高雅赶紧去冰箱找了冰袋 用毛巾包着帮她冷敷 沉默了好久 高雅还是忍不住问陆伟 强子为什么打人 陆伟含糊急词 最后她还是给出了一个理由 穷山恶水出刁民 不借钱就发横呗 如果不是陆伟接到爸爸的电话 急着去医院 如果不是高雅碰巧 还有时不能陪伴 也许事情就会这么过去 离开陆伟家 高雅到旁边的小超市买点东西 见强子坐在马路上抹泪 她以为自己看错了 一米八的大汉子 竟然不顾人来人往 当街释放情绪 高雅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下意识拿了瓶水递了过去 强子接过 戳戳气气地说 姐 我看你是个好人 以后可别被陆伟骗了 高雅虽然很喜欢陆伟 但她不是彻头彻尾的恋爱脑 听强子这么说 她并没有偏要哪一方 还是推掉朋友的约会 带强子去了饭店 但鸡肠碌碌的强子 好像没有太大的食欲 在高雅连番追问下 强子终于咬牙 把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 强子是陆伟亲妈的大外甥 高雅之前见到的未来婆婆 是抢走陆伟爸的小三 准确地说 是她的白月宫初恋 多年前 陆伟爸深深爱上了初恋 但没料到 初恋跟父母搬到了很远的城市 爱情绝望 陆伟爸只好娶了 勤劳能干的陆伟妈 安生过了几年日子 哪知 在陆伟上小学时 初恋离婚了 还跑回老家散心 两个人不知怎么勾搭上了 陆伟爸铁了心跟老婆离婚 还想抢走陆伟 陆伟妈不乐意 她护肚子时 把刀划在那女人脸上 陆伟爸当场把她抱打一顿 愤恨着带着初恋远走他乡 在农村 男人就是劳动力 家里没了顶梁柱 脏活累活 全烙在陆伟妈身上 好在陆伟争气 一路读书不错 终于考出重重大身 但她见识不多 大学毕业时 没经住诱惑 入了传销组织 被骗得血本无归 还欠了同学不少的债 后来陆伟妈 带着牛高马大的墙子 乌远千里 报警把她救了出来 陆伟推堂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老家待着 被人指指点点 戳几两股 就在这时 陆伟爸找上门来 他说初恋身体不好 怀了几次运都流产了 这辈子不会有孩子了 这些年来 陆伟爸壮大运 发了一笔小财 在二县城市 拥有两套房子 陆伟爸承诺 带儿子回成都研究生 还赠送他一套房子 当作是婚房 但是陆伟爸 太厌恶前妻 认为他在初恋脸上 划了一刀 又霸占儿子多年 非常该死 如果陆伟接受他这个东西 以后过年过节 不能回这个家 得留在他和初恋身边静孝 陆伟不想再颓废下去 他咬咬牙 答应了爸爸 以至于后面好多年 他都没回来陪亲妈过年 强子说到这里 气不成声 大姨为了不让陆伟受委屈 一直没改家 辛苦把他带大 还努力攒钱 帮他还同学的债 他屁股一拍走人 一年到头 只打两次电话回来 每个月给个三五百 就当静孝了 大姨早两年 就瘫痪在床了 眼看着越来越不好 还让我带一代特产过来 可陆伟连回去看看他都不肯 听到这里 高雅如遭雷击 交到外宿里催 他满脑子都是陆伟 亲热地对待父母的样子 谁能想到 这不是真正的一家人 强子叹了口气 姐 我跟陆伟一块长大 知道他挺有本事的 但恕我多嘴 他想对一个人好 就可以像他老子对婊子一样 如果反过来 会心狠到连亲妈都抛弃 这句话 把高雅的爱情交得透透的 当高雅不死心 求证真相的时候 陆伟心红着眼睛抽着烟 你以为我不恨我爸和那个女人 但农村出来的孩子 我根本没那么多选择 上大学时 不管成绩多好 都有人朝下他鞋子破 好不容易谈恋爱 对方因他吃不起饭店的大餐 转身劈腿小工厂的老板 穷就是原罪 不然他不会轻易被哄骗 掉入陷阱 更不会从天之骄子 沦为全村人的笑柄 我爸要的又不多 就是要我在他心爱的女人 面前表现好点 让他感受到天伦之路 再说 我老家那么远 没有这档子事 一年也回不去几趟 我比很多肯老子做得好多了 至少每个月偷偷给墙子转钱 叮嘱他多照应我妈 高雅越听越失望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 高学历和高道的不匹配 但陆伟的底线低到这种程度 他实在很难接受 提出分手时 陆伟歇斯底里的大吼 你是没吃过苦头的娇娇女 哪里知道一分钱难倒阴神汉的道理 现在买房这么难 我不拼爹怎么再成立立足 高雅无比失望 我爸考上大学前 是靠光着脚 到大山挖人参挣学费的 你们是从一样的地方出来的 别把错误归咎于时代 你问问你的心 如果连亲妈最后一面都不肯见 你会不会后悔一辈子 说完 高雅头也没回地离开 再次听到陆伟的消息 是他被亲爹赶出了家门 理由是陆伟爸 发现儿子隐瞒了初恋的体检报告 害他白白错失了最好的治疗器 陆伟爸痛心疾首 骂他是养不熟的狼崽子 声称要收回全部遗产 见事情败露 陆伟强行回应 我是替我妈报仇 谁让你害他吃那么多苦头 但没过多久 又有人见他天天提着果栏上门 听说是花样摆出的红青殿 高雅目瞪口呆 他不知道陆伟是出于什么心理 才瞒下爸爸初恋的体检报告 或许是仇恨 或许是不干 无论是哪一种 都明白昭告了一个道理 当一个人凝视深渊久了 自己也会变成恶龙 陆伟的人生还在继续 像他这样自私的人 或许最后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但人性一段沉沦 后半生 他真的可以数数坦坦地躺在床上吗 午夜梦回时 想起为他付出一生的亲妈遭遇冷落 还有被他故意害死的女人 他真的能够平静安眠吗 高雅无心理会 继续活在绚烂盛彻的阳光下 他只知道 这辈子嫁不出去 总比被冷血鬼骗进婚姻里要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睡觉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